我感觉我的人生全都被他安排了 我完全不能为自己做主 我给他安排的都挺好的呀 没有我他哪里有这么好 我觉得他就是不知足 现在他要把管理我的这一套来管儿子 我真怕儿子变成下一个我 我心里不为了这个家 为了他们 我都不知道我哪里错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贺先生39岁来自四川司机 有请贺先生有请 卢女士39岁来自重庆促销员 有请卢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您是司机啊 对 开了多少年了 六年多了 六年多了 技术怎么样啊 肯定好啊 那要论驾驶技术 是他好呢还是您好啊 家里面他好 外面我好 这老公被管的 厉害哈 怎么说厉害呢 平时管他也是为他好 哪里好啊 从结婚到现在都十四年 对不对 都为一个重庆男人说 就要重庆化作 就重庆是一个扒耳朵 什么事情都是他做主 你不知道现在流行扒耳朵吗 但是也给我一点面子 对不对 现在比那小孩也大了 对小孩的影响也不好啊 你是儿子是吧 对啊 儿子啊 你也怕儿子未来怕了是吧 对啊 怎么管的 说说 最开始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的文化也不高 为了生活嘛 我们两个是找外地嘛 去找了一个门面 做了一点小生意 本来生意还可以 每个月嘛 还找了一点钱 就久而久之 孩子就慢慢大了嘛 就开始上小学 当时我的意见就是说 就在旧纪嘛 本市里面 找一个学校 读读嘛 这样嘛 我们也可以照顾他 这样生意也做得走了 然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嘛 也可以提高一点 而他就反对 不行 这个孩子 我们今天做生意 对孩子不好 要把孩子带回老家 那是不好啊 我们忙的生意 哪里有时间照顾他呀 我都跟你说 叫你把你自己嘛 你先回去对不对 把小孩带回去 我在这边做事 然后我把每个月挣的钱 都打给你 你又不放心 就死不了脸的 要我回去啊 没办法 我叫不过他嘛 回去了吗 就回去啊 就把店打了呀 打了以后就跟他回重庆了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 本来就条件不好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是 然后如果他这一遍 我这一遍也没意思 对不对 就是啊 他要回家照顾孩子 肯定就一起回家呀 没错呀 说白了就是为了管我 知道吗 管怎么了 就从家里面就回去以后 对不对 你肯定要生活啊 回没回 回来 回来不就行了吗 回来你要生活啊 生活嘛 我说还是做老板行 对不对 打一个门面 还是做一点麻烫 做麻烫吧 对啊 这玩意好 重庆人嘛 这个东西都会嘛 对不对 重庆人嘛 所以麻烫他就不愿意 他就死不拉你了 要我找一个正式的工作 那我也考虑了呀 就麻烫在重庆 肯定不行啊 竞争力这么强 然后本来你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又熬根授业的 回家又不能照顾孩子 我们回家为了什么呢 这个事情又放一边嘛 找了一个工作 对不对 就开网业车 开了网业车以后 就连我自己买衣服 都没有权力 都是他的网上给我买 要么在店里面就给我买 有什么 我说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就不给我买 他不愿意 我每个月 我说什么钱都在他身上 你喜欢什么东西啊 就比如说我穿啊穿的衣服啊 你看这个衣服就是他买的嘛 挺好看的呀 好看吗 我人这么胖 脖子这么短 那成衣裤子了 对不对 我也有自己的思想啊 对不对 平时像那个夏天 穿一个短裤啊 对不对 什么呢 穿个脚屑啊 多舒服 因为他现在是网约车司机 对不对 他们公司要求穿正装 然后他以前买的衣服 都是巴黎扶哨的 那那个人整的 怎么穿呢 对不对 那不可能长期性的 都穿这个呀 你本来上班啊 上班你又没几时休息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时间 我下来班以后 我可以休息的时候穿一下呀 但是你就不正求我的意见 就是乘衣 哪里我没正求意见啊 每次买衣服 我都把图片样式发给你看了 你同意了我才买的呀 这个衣服不说了 我发型呢 那光头 他 逼的 那是因为考虑到 他一天上班很早 下班很晚 他不洗头 剪掉之后 晚上回来 匆匆洗洗碎 很方便啊 考虑得很周到 这个头发不说吧 不说你都说了 不说 每个月的工资 结分十几年 到现在 我管个钱没有 每个月的工资卡 包括以前做生意的 所有钱都在你那里 到目前为止 说个不好听的话 我的手机里面 连支付宝 最多的余额就是200块 最多200块 14年了 我连1000块钱的现金 我都没见过 你叫我什么生活呀 需要什么我就给你 然后你要钱我给你 还有什么不买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去 我也是男的 我也有朋友啊 我也有应酬啊 200块出去了 现在能干什么 比如说不小心 来一个朋友 我请朋友吃饭的钱 我都没有 这个咋办啊 我觉得前面管理都挺好 到这儿确实出问题了 我又给他买单了 他不在的时候 谁买单啊 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人呢 喝酒没个节制 因为他身体不好 不能喝酒 那时候才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医生跟他说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他先不听 开始的时候管着他 他还好一点 烟呢 他说老婆 你不要管我吧 我自己能慢慢借 结果到现在呢 一天抽两包烟 更离谱的是喝酒 本来医生跟他交代 不能喝白酒 可以喝点红酒 我就给他买红酒 多了几个月吧 老婆红酒开支太大 喝啤酒吧 好吧 我就跟他买那个拉罐的 一小瓶嘛 应该问题不大 喝着喝着 变成一天喝两罐 现在好了呀 啤酒喝了喝了 现在喝白酒 你说这个能怪我吗 你也提醒我呀 我早上六点钟不到的起床 就去上班 晚上九点钟 十点钟才下班 中午就在外面 随随将就的吃一顿 晚上就回来以后 就睡那么六七个小时的 讲到现在这个生活 本来就是每天晚上回来 就是晚了嘛 理解理解 喝一点点对不对 其实就是心里很苦 是吧 听明白苦楚了 十四年了 都熬过来了 就算了吧 再熬呗 但是我孩子啊 还有一个人啊 不是你儿子又怎么了呀 你问他自己啊 他管我儿子是怎么样管的 小的时候 那个是我们从外地回来 小孩三四岁 就想买一个文具活 像上幼儿园 妈妈我想喜欢美洋洋 就买个美洋洋又怎么了 没错 他呢 不行 买喜洋洋 你问他呀 不是说我不给儿子买 因为孩子小 从小要教育他 什么东西适合他 什么东西不适合他 要让他选择呀 不是 这美洋洋和喜洋洋 这怎么选适合和不适合呀 他是男孩呀 他为什么要选女孩的东西呢 从小就要选择呀 喜欢女儿是喜欢女儿 因为他小啊 他东西上面要分别呀 那文具不说 反正所谓的家里面的是 吃的穿的用的 反正都小孩子都是他说的 就是反正就是他喜欢什么 儿子就得来什么 儿子不能有自己的喜欢是吧 儿子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小不说对不对 儿子今年初二了 肯定也有自己的朋友啊 经历跟我是一样的 出去玩买水 同学请客 看电影 朋友请客 回来以后 肯定小孩都有个虚荣心啊 妈妈 我这每次出去都是同学 请请我看的电影 请我喝的水 你给我拿点钱吧 你要钱干什么 我 啊 你谁在想 你要钱干什么 不行 要么就拒绝 反正我不是说了吗 我每一次我的零花钱 最多不超个200块 我只有偷偷地 从我的零花钱里面 给他转点微信 我没有现钱嘛 就微信给他转个20块 30块就跟我儿子 我说钱我不要给你妈妈说咯 并且这个钱 我还要被其他的账给他说 因为我这个钱用完了以后 我要找他要啊 还要报账的 肯定要报账 他要问你啊 这200块拿就去了 你吃了什么 吃了50块的烟 喝了50块的酒 还是100块 打了麻将什么的 他别问你啊 你看那个女生笑的 别笑 你们是觉得这样 管理一个男人特好吗 他还是大了以后 你给一点零花钱 也无所谓是吗 这个确实需要 只要他是正当的使用钱 对对对 你应该支持 儿子有一次 找到要闲吗 就说妈妈 今天同学过生日 人家都想买礼物 A子去聚个餐 你拿点钱给我嘛 我去聚一下餐 他就问 你听说是女孩子 不允许 钱也不给人家 好 然后呢 儿子肯定就哭啊 哭了过来找我 没办法我好好好 我说走走 我们出去 我就要转到 微信里面 转了三十块钱 为什么要出去转啊 他在家里面啊 看到怎么办呢 哎呀 我的天哪 这个日子呀 我就把钱转了以后 我就回来了嘛 他就陌生不期了 就跟他后面 儿子钱就要走 他就跟他后面 跟他去 儿子在那个餐馆里面吃饭 他就在门口等着 不一接呢 就被他同学看见了嘛 就说 你的妈妈回去在外面啊 这个肯定儿子就不高兴了 本来上了初中了 也是叛逆期了 对不对 就跑出来 你也知道是叛逆期 本来我们家孩子 都比较调皮 万一在外面喝酒 怎么办呢 你只知道给他钱 不知道后面的事情 儿子现在也大了 也听到本话了 我来知道 这个跟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没有跟踪 我只是在外面 看着他 注意着他 不要他喝酒 不让他在外面 那他喝了吗 没有 我在那儿 他肯定不喝啊 他又不知道你在那儿 我在门口等他的吗 他又不知道你在门口 他知道了呀 那你没藏好啊 我为什么要藏呢 我只是关心他 我又不是要怎么样 那你能看他一辈子吗 大一点就好了嘛 大到什么时候啊 他成年了我就不管了呀 反正都有道理啊 吵架呀 吵架回来就跟我说呀 爸爸妈是怎么回事啊 你能不能管一下他呀 我说我能管得住吗 你这个家里 你也知道我也没低位 对不对 回来以后 儿子就不理他呀 对不对 不理他呢 他就翻儿子的微信 看儿子的口口 牛乡 儿子也不理他 他儿子有每时候 星期六星期天 出去玩呢 他就跟他跟他一起 我帮他扣扣是关心他 你也知道现在孩子叛逆期 本来现在是学习为重 他不学习不好学习 这有什么什么关系的 怎么办呢 我要关心一下呀 要关注一下呀 像你一天不问不问的 为何有时间啊 我要挣钱养这个家呀 早上从六点钟 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才回来 对呀 你要上班我要上班啊 我为这个家忙里忙外的 我为什么呢 是是是都不容易 还有更离谱的就是 上一次嘛 儿子在学校跟几个同学打篮球 不小心嘛 就把这个下巴这里 稍微刮了一下嘛 可能流了一点的血 就很正常嘛男生 对 哇哟 他一看到这个口子 那就不遇不着了 第二天就跑到学校里面去 直接现在找到老师 跟老师一道一道吵 吵了以后就把对方同学吵出来 我叫离婚一下 可能你也不是长大了 我就不管他 真不管了啊 这老公以后还管吗 管肯定管 老公肯定管 喜欢他吗 喜欢 爱他吗 爱 还想跟他过吗 肯定肯定想过啊 虽然心里过得憋屈 没有想离婚的意思吧 没有 你当着他面哭过吗 有呀 我哭过吗 当着他的面 委屈地哭过吗 你问他自己我哭过没有 哭过吗 你自己哭过的是你自己 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知道 哭过没哭过 你这样说的真的没意思 这么多年了 十四年 我是什么像的人 你不知道吗 教你的一切你说了算 我没有反驳吧 那我问你 我为什么管你呢 我为什么管你 我管你 我没有说你错 我只希望你改一下你的性格 不要把我管我了 这个方法 去管你两家儿子 问几句啊 嫁给他应该还有蛮多的委屈的是吧 你们俩的婚姻应该没多少人看好吧 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家里就不同意 猜到了 后来为什么一定非嫁给他呢 因为他这个人性格很开朗 我这个人比较累下 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那你对十四年跟他在一起开心吗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挺开心 不是说我要管他怎么样 因为他 他是一个病 他如果欣赏打架手术 他不能喝酒 所以我就必须管着他呀 明白了明白了 什么问题 心梗 心梗 心梗是不能喝酒 也不能抽烟 行吧 事我们听明白了啊 老婆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这打多少分 一百分吧 那你投诉半天 这男人多好 哎呀好啊 老公满分一百分的话 这给多少分 他其实挺好的 那给多少分吧 给九十分吧 那十分扣在哪儿了 他什么太大了 老兄哦 有时候 他还凶你啊 哎呀 今天这夫妻俩这交仨的啊 其实 听他们讲这个夫妻之间这点事儿 一个是让人觉得温暖 第二还让人觉得挺感动 第三个说句实话 应该有很多人很羡慕 尤其是最后妻子的交称 和先生的交称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怎么来帮助他们过得更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先生您好 主任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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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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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的管理 这是不对的 你真是为她好 对吧 你不能只管她的消费啊 早上六点到十点 为什么对她如此忙碌 六点到二十二点的 这事你熟视无睹 你口口声说 我为你好 你身体不好 戒酒 戒烟 请问你能不能把你的好运在刀刃上啊 这么忙 她没病也得有病 况且现在是怎么样 新狗 你真爱她 还是行使自己的那点权利欲 我教你一个法则吧 任何的爱都一定处于尊重对方 方式上呢 和善而坚定 充分尊重你的男人们吧 他们会爱你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杨老师 听两位哭也罢 笑也罢 我首先的感觉啊 妻子 真的是感动 你们之间真的是流淌着浓浓的夫妻之情 亲人之爱 但是感动之余 我真的着急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爱的方法是对的 爱的方向是正确的 真的是一家人会越来越幸福 如果我们因为相爱 用不对的方法 不恰当的方式去经营婚姻 那真的有可能越过越拧暗 所以你看 妻子你会觉得我好委屈啊 我这么关心你 怎么你还跑到场上来控诉我 这就是方法不对 我们去过度地关注一个人 反而 让他更无所适从 让他更加失去了对生活的判断 但是我真的建议先生啊 你刚才说了 你这样对我没问题啊 我爱你 我愿意承受 我不愿意去和你对抗 让你不愉快 因为我爱你 你的方式有待改正 你要告诉他呀 我一个成年人 我有一定的空间 我会更幸福 我会更有力量 这种力量会回馈给你 我会更爱你 更爱这种家 你也要找到方法 去赢得自己的尊严 同样 你得给儿子做榜样 你说你当爹的都说 你管我没事没事啊 你别管儿子行吗 怎么可能 既然你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 是有危害的 是对孩子成长不利的 真的得站出来 不能以打着我爱你 所以我就完全认同你 这样的旗号去经营婚姻 我再多跟妻子叮嘱一句 你对儿子的过度保护 只能让它成长的脚步 越来越慢 就像我们说 这个小动物 它会有羽毛 会有羽衣丰满的那一天 如果你现在就拔掉了 它的羽毛 让它无法对这个世界 正确地认知 那真的有一天 它成年了 它离开你的翅膀的时候 它更加不知道 怎么判断是非对错 所以要给它成长的空间 给它成长的勇气 所以该放手的时候 是要有放手的 这才是真正的爱 好吗 祝福你们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前台词 在你很嚣张 很强势的时候 你习惯说一句话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后来当你哭了之后 你又喜欢重复说一句话 我为什么要管你 你分析一下这两句话 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前意识就是 我是你老婆 我有权管你 我为什么要管你 一边哭着一边说 潜台词就是说 我不爱你 我才不在乎你呢 我要管你吗 我估计你在生活当中 对于他和对于儿子 你都是反复来用这两套逻辑 先嚣张 先跋扈 先强势 但是当对方 已经不吃你这套的时候 你马上又软下来 我还不是因为爱你 才管你吗 所以你拿它没办法 当你很强势的时候 也许男人不跟女人计较就算了 衣服穿就穿了 头发剃就剃了 但其实长久以来 内心还是有一种不自由 不受尊重的 我们经常会问 自己的家人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要换工作 你能不能给我一种建议 我们经常会得到两种极端的答案 一种答案就是 你做什么我都尊重你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听着好像很尊重 其实是不负责任 而你属于后者 就第二种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跳槽啊 或者说你一定要跳槽 你一定要选某一份工作啊 这个时候这个人 给他一种很强烈的建议 并且强迫要让他执行我的建议 就是你这种人 但这两种都是不行的 真正中肯的是告诉他 据我观察 如果你真的要听我的意见 我觉得你怎么做好 但最后的决定 还是你来做 我尊重你的建议 你明白吗 比如说喝酒这个事 你就完全可以跟他说 我说的也说了 我劝也劝他 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这么担心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让他内疚 你说呢 倒不会让他感觉到 你用权力在压我 也没有让他感觉到 你用爱在绑架我 你明不明白 包括对孩子也是一样的 你也是小男子汉 你也有面子 妈妈给你这个面子 也尊重你 但是你也体谅体谅妈妈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你关心是有的 但你用关心在绑架别人 表面上看 现在是有效 也因为你的男人 现在对你还有耐心 但如果你长此以往的 冰火两重天下去 如果出现一个 理解他的女人 你就危险了 真正的尊重 是说出自己的意见 接不接受 是对方的事情 当然我也知道 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你完全改成 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种理性的方式 你是改不了的 但是在小事上 你这样没有问题 撒撒娇 强势一下没有问题 但在大事上 以后千万不要这样 而至于你 我也想说的是 你要帮助他 一起来调整 你漠然顺从 纵容了他的肆意 你突然之间的 这种生气 突然的反抗 又会让他感觉到委屈 其实你们是 此消彼长的过程 在有些问题上 还是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 用温和的方式来对话 其他的时候 撒撒娇任性 是没有问题 好吗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陀老师 羡慕更多一些 其实 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没有一定是归 合适了 磨成了 就最好 过去的生活经历 告诉你们 前十四年的方式 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看起来 是因为有一个儿子 实际是 他现在需要一种 新的管理方式了 你得听听呼声 但是有一点 不合适 就是关于孩子 教育的问题 至于儿子 因为他是要 面向一个 更新时代的一个男人 我建议您就别管了 管得越多越出问题 先生咱就认了吧 他要不管了 也没劲了 对吧 人就是这样 所以最核心的就是 珍惜你们现在 夫妻相处的模式 甚至我自己认为 你管我管得太死了 这都是一种撒娇 这都是一种夫妻的互动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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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